你經常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我們慢慢會麻木了 麻木了你就不會覺得有壓力 我想問大家 你做些什麼的時候 你會感到有壓力嗎 什麼狀況你會感到有壓力 例如說 你要在一個 deadline 做一些事情 project 也好 或者你有份 有一件事你要做的怎樣也好 講 deadline 壓力 第二個就是 你要表現得到 好 很多人看著你要表現 有些 expectation 別人給你的 expectation 你自己給自己 expectation 一定要做到的 好 壓力就來了 好 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壓力 我想講一些例子給大家聽 怎樣可以處理到壓力 好 首先就是 壓力就很有趣 壓力是一個很個人的東西 你覺得是壓力 我就覺得不是壓力 有時候我覺得是壓力 你又覺得不是壓力的 好了 我做了老爸 我有女 媽 女 我記得初初我做老爸的時候 死火了 真的不懂怎樣照顧小朋友 沒照顧過 什麼都不懂 死了 怎樣換片 換片都不懂 怎樣洗澡 洗澡都不懂 什麼都不懂 很大壓力 好 但是當我每天照顧他們 和他們洗澡 take care 他們 為他們喝奶 做所有的事情 慢慢當我做得多的時候 我就覺得純熟了 純熟了 就沒有那麼大壓力 因為你已經習慣了 當你所做的事情 當你覺得是很大壓力的時候 那就是說 其實你做你這方面的事情 不是太純熟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說 做得多一點 當你越做得多 你純熟了 是不是 而且你永遠都 將自己擺在這個位置 你經常都有這樣的感覺 慢慢你 其實我們會盲目了 盲目了你就不會覺得有壓力 其實剛才我在看 那些sports的program 我很喜歡看那些sports的評論 那些debate 討論哪一個球員 打成怎樣 今天的表現怎樣 拿多少分 贏球輸球 這些評論員 就會不停評論那些球員 好了 你是那個球員 當你每打完一場球 就有人評論你 你覺得怎樣 就算在打的時候 你知道現在所有社交媒體 是24小時 就算你在比賽的時候 他已經在網上評論你 你覺得怎樣 葉余的人就會說 我很害怕 我不喜歡 太大壓力了 職業運動員就說 我習慣了 我這個是職業 有什麼所謂 你就評論我 不單止這樣 職業運動員 你比賽的時候 數以百萬億的人 看著你打這場球 Live 現場直播 如果你是奧運 或者一些World Cup 數以億人 看著你每一秒 怎樣表現 那些 就是壓力 但為什麼他可以這麼鬆容呢 就是因為 他們在小學的時候 已經開始出來比賽 習慣被這些 攝影機拍攝著 接著去到中學 每場比賽 又是很多攝影機 慢慢上去大學 接著轉這個 這個不是怎樣處理壓力 你越害怕的東西 你越重 謝謝 謝謝 謝謝